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高高尔斯 今天我来到了很特别的城市 你们猜猜我在哪里 给你们三个提示 有床主变脸 二有可爱大熊猫 三有火锅中睡饺 单单面龙超熟冰粉 好多好吃的 没错我到了大运会的主办地 成都 朋友们我进到了大运会的 明明餐厅 还没有多日开放 这里有1号2号两个运动员餐厅 他们为了照顾来一次 十个地点运动员 不仅有中文美食 还有亚洲的欧洲的 啥都能长到 今天我专门来到这里为了 大吃特吃 还可以见到 背后强大的大厨团队 给你们看看一些神秘的东西 Let's eat 我现在带你们见到 大运会餐厅的两个大厨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怎么称呼你大厨 我姓仔 是台湾 中文名字 带中国二十年 哎呀 我也差不多 你呢 二十多年了 今天我来这里体验一下这里的美食 可以带我逛一逛吗 没问题的 可以可以可以 Let's go tell me more about the canteens here during the world university games 很酷 很酷 对 我实在演练 是模拟运动员 到我们餐厅 我们来做菜 你们和模拟有几千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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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我都害怕跟他说中文的中文比我好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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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们做什么东西吗 我认为我们穿梅里当中有很多菜 特辣 中辣 微辣 we have a choice 我们有选择 有的 有的 有还有 两个大猪能不能给我做几道菜 我替我们的网友们尝一尝 可以吗 可以啊 cary can 我们的这个阿登大猪给我们做镇动的厮材 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好不好 试 王老师来做正宗的英国菜 对对对 来检验一下我们交流的成果 两个大厨凯文和软大厨给我做的三道菜 公毛鸡丁 熊毛汤圆 饺子 这个食材单元会会提供给大家的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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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认为中途食材 是最好的 你听说的 最好的 你能够的食材吗 不全 不全吗 因为我也是 我可以 我看很多的食材 有很多汁 所以我认为我去吃吗 我推荐你去吃吧 是吗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我看来看 我来看我 我爱棍毛鸡丁 OK 不是那么辣 不是那么辣的吗 很辣的 哇 哇 我说它有少许多的糖 所以我们会放点糖 然后酱子就从背面 它没有从前面 所以它们有少许多的味道 是正确的 所以你有做了一些改变的改变吗 我们有做了 当然我们用少许多的鲤鱼 还有少许多的甜点 哇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公毛鸡丁也是外国人最喜欢的中国菜之一 无论是在这吃 华菜国外吃 我觉得这个改良过的公毛鸡丁对我来说非常适合我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的外国人不习惯 是辣的运动员 可能会觉得这个菜很好吃 你也可以试试吃的鲤鱼 只是鲤鱼 没有 这鲤鱼是改良过的 你试试 试试 哦 这很酷 对不起 我哭了 可能我推荐这个 你有这个 你试试鲤鱼 OK 但这个是 这个是 这会很酷吗 应该不会 这会把酷子抹掉 小猫汤圆在 戴云慧的运动员餐厅 欧林程度 这鲤鱼 混合 然后它们都在嘴巴 对 也很热 对 我好喜欢汤圆 这真的帮助了 这绝对是外国运动员 会很喜欢的中国甜品 这是我认为 真正的中国的 健康 让人们育成 健康 要保持一个好处 他们也感觉到 地区的游戏 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他们会哭 一点 对 对 然后还有 饺子 他说总共这几天 都会有百万饺子给大家 这是 这个是腹肋鱼 我们也会有蜂蜜和蜂蜜 我非常推荐来这里的外游运动员 你尝一尝这个功能鸡丁 你不会辣到了 它真的是被搞凉过的 而这个汤圆 我说你吃了一个 你肯定会不停地继续吃 每天会吃几个 这就是美食甜糖 太幸运了在这里当运动员 我怎么成为大运会的运动员 我要先保命一个大学 成都大学 你说我吗 你说一下我 我要当运动员 换了一个地方 那现在我到了大运会 推荐的新餐厅 是正宗的串串 来 吃串串去 所以串串的时候 最重要的环节是选菜 你看 随便选 随便拿 有好多是各种类型的 这个是菌 各种菌 菌 OK 菌拿好了 现在拿肉 土豆必须来一个 豆皮 鸡蛋饺子 这有点可爱吧 我给你看最爽的一个环节 一二三 哇 哇 这个是调料 我里面放了各种东西 有香菜 有酸 有二根 这二根 我要当几分钟吧 大概五分钟 五分钟 这个锅底看起来非常的辣 不过 大运会推荐的餐厅一定好吃 所有成都餐厅 大运会选出来了一百个 这个是其中一个 来 满盒 第一个就是虾 说实话 没有那么辣 豆皮 我的天 这豆皮好好吃 我爱它 真是没有让我辣到枯的样子 它这个辣度不合我的能力 你看 哇 朋友们你看这个鸡爪 怎么吃呢 我觉得外国人看鸡爪 真的不知道怎么吃呢 失败了 我到现在搞不懂怎么吃鸡爪 你们可以教我吗 我真的不会 这个小鸡蛋不知道叫什么 安全蛋 吃这个时候一定会很安全 单圈蛋 哦 不 完了 丢了 体验了成都大运会 医农院餐厅和新餐厅之后 我只能说 成都的美食很火热 成都的人很热情 成都大运会非常的火爆 超级期待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找到这里的美食 想象这里的气氛 而最重要的是 感受到成都的平衡 这里又有休闲 好玩 有丰富多赛的生活方式 也有特别努力 为自己为这个城市奋斗的人 欢迎大家关注大运会 欢迎所有人来穷都 我一定要拆回来 拜拜